这举例是古天乐最惨的一次拍摄 差点就被吓到尿失尽 在拍摄宝贝计划前 成龙邀请古天乐拍电影 想让他出演自己的搭档 但当时的古天乐另有安排 便拒绝了邀请 但成龙马上说 自己已经邀请了应彩儿 高圆圆以及蔡卓妍 而且电影里还有吻戏需要他来拍 古天乐一听 立马接受了邀请 因为他觉得电影剧情确实不错 可当他来到剧组后 才发现自己上当了 因为成龙说的吻戏并不是和女演员 而是和他接吻 当时在拍巴士找孩子的戏份时 导演觉得这段实在太过平淡 于是和成龙商量了一番 想让他和古天乐接个吻 来突显喜剧效果 也让这段不会太无聊 随后两人就跟古天乐说了这个想法 古天乐一听立马表示不行 可在两人的苦心劝说之下 最终还是答应为电影献身 这才有了这段大男人的吻戏 而后来在拍摄游乐场的戏份时 需要古天乐从高空倒吊着下落 由于设备过高 下降速度过快 古天乐直接在空中被吓晕了过去 电影中的表现也都是真实的反应 苏醒后更是直言差点被吓尿了 而成龙也同样苦不堪言 在拍摄被反派飞身踹倒时 本来演员需要穿上特制的鞋 这样踢到人身上既有视觉效果 也不会太痛 但反派演员却不小心穿错了鞋子 导致成龙结结实实的挨了一脚飞踹 当时他就倒地不起痛苦身影 索性后来送往医院检查 发现并无大案 而在拍摄跳空调外机的戏份时 需要成龙从12层空调一个接一个跳到楼下 当时成龙已经52岁的高龄 就算是无打专业演员 也存在非常大的风险 由于是一镜到底的拍摄 如果出现失误 就需要重新再跳一遍 但成龙第一次从楼上跳下来时 袁彪就笑场了 导致成龙直接发飘 可是在骂完后 他还是笑着拍完了这段危险镜头 电影中还有一段成龙从下水管道逃跑的气氛 其实最开始是打算用替身的 但由于替身拍了好几遍 也没能打到满意的效果 最终成龙还是决定亲自上阵 可因操作失误 导致在下降时 撞造了自己的鼻子和脸颊 这里原本落地后还需要有两句台词 但因为疼痛的缘故 成龙直接就跑出了画面 虽然两人在拍摄时吃足了苦头 但电影上映后 却备受好评 两人都获得了台湾金马奖影帝的称号 那么你喜欢这部电影吗